保利尼奥打破115天进球荒,霸王色运气又回来了。 保利尼奥终于打破了进球荒。 保利尼奥终于进球了。时隔23场比赛,整整115天之后,保利尼奥终于再一次深批巴萨球衣进球了。 本场比赛,巴尔维德安排保利尼奥首发出场,而在比赛的第15分钟,英涅斯塔在禁区左路送出精准直塞,左后卫的涅逊速插上并回敲门前,而门前包抄的保利尼奥身旁并没有防守球员的干扰,他自然笑纳了这份大礼。 上一次保利尼奥为巴萨进球,还要追溯到1月15日巴萨同西班牙人的比赛,而从那时候,保利尼奥便再也没有为巴萨进过球。 而就当人们已经快要把他忘记的时候,保利尼奥终于用一脚标志性的运气进球,攻破了比利亚雷亚尔的大门,也打破了自己的进球荒。 保利尼奥破门 这并不是保利尼奥第一次进这样的运气球,保利尼奥此前在8赛的8力进球中,有5球就是打空门得手的。 但我们也不能忽略,保利尼奥在跑位上的独到见解,他总是能够出现在正确的位置上。 特别是在去年对阵拉科鲁尼奥的比赛中,保利尼奥打进两球,但是这两力进球却十分有意思,因为都是队友射门击中门框之后,球正好弹到了保利尼奥脚下,就算保利尼奥不做动作,皮球也会再弹到他身上之后弹进球门。 这样的好运也不止一次,保利尼奥多次在无人看守的情况下,轻松打进进球。 赛后每日体育报对保利尼奥的评语是强大,并表示保利尼奥不管在进攻还是防守端,都能够球队带来非常大的帮助。 世界体育报则评价说,保利尼奥展现出了自己良好的状态,他覆盖了攻防两端,为球队带来变化和帮助,并且打进了本场八赛的第二力进球。 实际在上一场国家得比当中,替不出场的保利尼奥就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,他在防守端覆盖了八赛的中路防守,在进攻时积极插上的他,承担了不少苏亚雷斯中锋的任务,他也险些帮助巴萨进球。 虽然随着库迪尼奥融入球队,保利尼奥已经越来越难进入首发名单,但是攻守全面的他,依然是巴萨镇中不可或缺的重要角色。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